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您怎么来了 凤儿 我给你送点吃的 今天咱也俩喝一杯 爸 好了 来 凤儿 让你受委屈了 我知道 这么多年你对你妈的所作所为 一直有很大的意见 爸 您说什么了 我没 让我把话说完 其实 成功不是你亲弟弟 爸 您说什么了 这大众我没合作吧 是真的 我没有说笑 你还记得小时候报过你的张叔吗 那就是爸爸在消防队的那个同事 成功就是你张叔的一副词 那年港务局油管区发生了火灾 我活了下来 我活了下来 你张叔他 当时你张婶马上就要临产 没成想你张婶通过电视 看到你张叔遇难的消息 情急之下引发了大出血 当时那种医疗条件下 医生说 医生说大人孩子只能保一科 所以他选择了保孩子 当时他抓着你妈的手 求你妈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 对待成功 他说他不希望他像他的父母一样 从小就沦为孤儿 受尽别人的白眼 你妈当时就向他做了保证 这辈子就是苦了你 也绝不让成功受半点委屈 所以为了不让你知道真相 很小就把你送到乡下 长大之后才接回来 这样你就会认为 成功是你爸妈为你生的亲弟弟 这么多年 无论遇到什么事 卢子 我倒不怕 你会认为 我看还有一天 你会认为 我会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 你回来了 哥 谁 什么情况这是 前几天老爸来找我了 我就顺波下驴了 那天我和老妈都在气头上 后来想想老妈是为我好 就是说嘛 老妈本来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回来就好 你走这几天 家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可无聊死了 哥 瑶瑶最近怎么样 瑶瑶不清楚 好几天没来上班了 为了这事 这猎猴奶奶都气炸了多 指不定在哪儿笑我快活呢 前几天 可好 走 剛好一點 剛好一點 跟討好小哥去哪兒拍活了 說什麼呢 你才去快活呢 那你 你抢那么多天 再去干嘛了 少打听啊 一边去 去去去去 幸远姚小姐生气 姚小姐 你不在这几天吗 店里的老熟客都不来了 说是听不见你的歌声 这喝酒都没有味道 有这么夸张吗 当然有 丽环奶奶都气炸了 没啥再跟我骂你 骂就骂呗 反正我也听不见 姚小姐 你不在这几天 去那位 整天魂不守舍子 天天念叨你 生怕你出点什么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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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把这 算他有点良心 你快点 要迟到了 我下午十分钟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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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要迟到了 你快点 要迟到了 我的家有十分钟啊 哎呀 磨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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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臭小子 你怎么能这样 谁呀 你干吗 上次在酒吧 要和我交朋友的那个人 你放开 我呸 我这瞎了眼了 竟然想和你交朋友 真没想到 你竟然是个三心二意 四亿玩弄女生个人渣 美女 她这种人 根本不配做你男朋友 你知道她背着你 有多么卑鄙下流吗 只好 出去怎么回事 朋友 讲话也有证据的 不然我可以告你诽谤了 你以为我吓大的呀 你要证据 好呀 那我问你 你跟瑶瑶什么关系 你每天泡在酒吧 不是送花就是给她举办生日 你哄得她五迷三道的 你不就是 想泡她吗 美女 我劝你 少被这种人的花颜桥一损红线 要不然 受伤的同是你 你有病吧 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有关吗 正好不是去酒吧找瑶瑶了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家大虎小叫什么呀 不是 你 你什么你啊 我告诉你 你我们家只好远一点 我们的事跟你没关 真是狗咬吕东斌 不是好人心 不 行 以后有你受的 臭小子 不要在你酒吧 就上瑶瑶 要不然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好多人 程康 你怎么改变这种说话呀 我管她什么总 欺骗瑶瑶就不行 你 程康 客气 刚刚那位 可是新调来的刘总经理 你们 你干嘛 什么啊 夏怎么办啊 烦死了 我都听到 罗总建议刘总 把成功给你除掉了 没这么严重吧 我还能骗你吗 可欠 不是我说你啊 你也该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了 不然再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她拖累死 也不知道她跟你灌什么迷魂套 把你迷成这样 你在说什么呀 那打扫卫生的阿姨 都能看出来你喜欢她 还想骗谁呀 我哪有啊 喜欢就喜欢呗 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呀 不过最让我生气的是啊 我听说 她当着你的面去追别的女孩子 你这都能忍啊 你说 我跟她从小学一直认识到现在 我们俩 都把对方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甚至见家人一样 我们 谁都没有 往这个方面去想过呀 她是没有往这方面想 你不是动了烦心了吗 既然这样 你还不如跟她把话说清楚 省得她在外面招风引蝶的 我怎么说呀 我好歹也是个女生啊 女生怎么了 你没听过吗 男追女 隔坐山 女追男 隔蹭沙 这仙天又是摆在这儿了 可是 万一她没有这个想法 那我岂不是丢死人了 而且 以后我俩连朋友都没得做 那不是糟了 不行不行 烦死了 不想了 好 可静 我吃饱了 你慢慢吃吧 姑娘 你这也太浪费了 鸡腿一口没动呢 我哥哥收莱 帮你解决啊 给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小心噎死你 不 咋了这是 就是一个鸡腿嘛 至于这我死嘛 吃枪药了 吃 都给你吃 吃死你算了 煩死你 怎 怎么回事啊 这一个个的啊 我 我也吃不完啊我 行了 你掉走就掉走吧 总理开除好 别生气了 是啊 成功 他虽然把你掉去了外地 但不也是在边下 赶紧升折吗 是啊 蜀目蹭光 他把我掉走 是怕我在其他同事面前 揭开他的真面目 得了吧 我觉得人家挺官兵磊落的 可静 您叫我怎么说你 你们女孩子 就是容易被这种人的偽装 所迷惑 要不然 瑶瑶也不会那么轻易 上她的当 成功 我不用你替我打包不平 你做的这种事 只会让我感觉到 你的无知还有可悲 你根本不清楚别人的关系 还自作聪明 做出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 而你的可悲就在于 身边放着可亲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 你却不懂得珍惜 你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喜欢你啊 你错了 你只会让我更讨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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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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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大的人了没事的 他又不是第一次出门 那能不一样吗 这去工作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这和上大学能一样吗 是是是 成功会注意的 是啊 妈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可欣啊 大哥就拜托你了 一定要替我照顾好我这个傻弟弟 大哥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好孩子 阿姨 其实从你第一次来我们家呀 我就觉得你这名字耳熟 但就想不起来 原来你就是成功从小到大 一直说起的可亲呢 这么多年 成功没少欺负你吧 没有 阿姨 其实从小到大 都是我一直在欺负成功 好孩子 好孩子 成功 从今往后 你可不许再欺负可亲了 要知道 没有人 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爸 妈 你俩上楼吧 车来了 我送你成功 妈 你车糟了 你跟我爸上楼 再见 快点 我们就给我走吧 爸 妈 我们走了啊 好 回去吧 走了 走了 成功 一定要记得给妈来电话 回去吧 走了 走了 回去吧 我来 去我来 我去你 那我去你 我去你 还去拿你 油盆 我去他 你给你我去哪儿 要去我去哪儿 可是我去哪儿 都没有什么关系 叔叔 您好坐 好吗 好 坐 我告诉你 我没有连救了 这个是我替我弟送您的 谢谢您没有开始我离开 你就是程翁哥吧 我听姚姚姐经常提醒你 只不过来了这么多次 他都不给我介绍了 坐下来聊聊天吧 不用了 你们聊吧 我弟弟的事谢谢您 不过 我不管之前有什么误会 我希望你能对姚姚好一点 更不要辜负她 你俩有病啊 看什么 程翁哥 你说如果说你微眉远播吧 我觉得还颤得不点意思 程丰这个名号 除了咱们酒吧 估计没几个人认识 跟你说 为什么土豪小哥哥 偏偏对他那么客气 难道说 是为了表达谢意 谢峰哥干嘛呢 当然谢峰哥这么轻易地 放弃了姚姚姐 让同好小哥哥 轻而易举地得到了 那俩哥 我这说相声呢 什么叫我放弃了姚姚 我和爷爷 根本就没有什么事 峰哥 你老实回答我 从认识姚姚姐到现在 我没有对她动过一点心 他们真的多少錢 我怎么这么说 好 你要承认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才 你 我 你 Cole 我 你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成家 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 我就不好奇嘛 想过 可是谁又愿意嫁给我 生活不能只有爱情 没有面貌 可是我相信 只要有了爱情 面貌可以两个人一起去照 把药吃了 免得穿上给我 这次多亏了几位老总的大力支持 然后咱们这次合同才能签约成功 然后在这儿呢 先敬几位老总一杯 一斤 来 敬个人 来 坐坐坐 万事利落 看好你 有监督啊 谢谢 谢谢 还有这次咱们能签约成功 主要是感谢刘总 这次没有你的大力支持 但是这笔单子确实不好进展 好 走 小四点 谢谢 刘总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小伙子 看好你啊 加油啊 成功 没想到我们第一次约见 他们竟然同意和我们合作了 你真的是太牛了 小意思 你还不知道我的实力 丑不要脸 刚夸你几句你就要起飞啊 可琪 你觉得公司给咱们分配的宿舍怎么样 挺好的呀 让我有一种 重返大学校园的感觉 对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我现在每天晚上睡觉 半夜都会被惊醒 老觉得有老神 插进窗门的时候 我现在脏衣服 脏袜子 都不敢随便乱放了 全部一步脑塞到被窝里 这一天下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打开被子 那个酸爽 你是不知道啊 你把自己说那么可怜 你到底想干吗 直说呗 你不会这想让我帮你洗衣服吧 这倒不是 我是想在外面租个房子住 这样我们住得也不寒敞一些 还有时间也自由 不行 你这在宿舍住完 能看着你一点 你要出去住了 你鬼知道你天天干什么呀 我在这儿就只有你这一个朋友 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留在宿舍呢 我怎么可能把你一个人留在宿舍呢 我是想咱俩一起 租一个两室一居的房子 你一间我一间 既能互相照顾 还能分担房费 这样我们的负担就小兵心了 那说得好听 什么相互照顾 这到头来 不就是想让我帮你洗衣服 还分担房费吗 不行 我太吃亏了 那要不这样 房费全算我的 这样总行了吧 但是 那以后洗衣服做饭 收拾家务 这你总在承包了吧 那也不行 这酷男寡女共处一室 传出去多不像话呀 我爸妈要是知道 非得打断了她腿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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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这么封建呀 我 再说啊 我们是一人一间房 又不是睡在同一张床上 你想什么呢 你等等我呀 来 进来 这就是我们公司最好的房产吧 这就是我们公司最好的房产吧 你们啊 可以去来参观一下 看看合不合你们的心意 看看合不合你们的心意 这是个厨房 这边人出房 这边人出房 这边还有卧室 看一下 来 好 不错 不错 这卧室不错 这卧室不错 我喜欢那个大集会 这机会好大 这机会好大 好 来 外面还有别的房间 我再给你们参观一下 好 来 右边 喜欢吗 这个 这个 是客厅 这个还有一间卧室 你们可以看一下 你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挺好的 你呢 我也觉得挺好的 那咱出去 怎么样 两位 还满意吗 挺不错的 挺喜欢的 我看两位像是情侣 不知道打算是长期居住 还是短期 如果是长期的话 我可以帮二位申请一下 打个折儿 如果是作为婚房 那就更好了 本公司还有活动 可以根据你们的喜好 免费终止婚房 你们公司还有这种好事啊 你们老板怎么想的呀 两位有所不知 我们老板也是苦出身 之前没有钱 结婚的时候 就是租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现在有钱了 他就想回归社会 特别想提醒现在的年轻人 只要心中有爱 不管住在哪儿 都是温馨的家 给你们老板点赞 如果二位 对这个房子还满意 看看我们把合同签了 可以 签吧 那行 就你 走 好 你租房的事 告诉爸妈了没有 还没有啊 他们要是知道了 肯定特别开心 你要知道 爸妈特别喜欢可亲 成功 你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可不可以欺负他 哥 看您说的 我怎么敢欺负他呀 我还怕他 在老妈面前告我黑状呢 得了吧 可亲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人家可亲对你那么好 你想一想 他图你什么 你一定要学会神经 听到了没有 好了 哥 不说了啊 我挂了啊 臭小子 你说我这个大哥 自己的事都没管好 到先去管我来了 大哥说话你得也听着点 我这个人好命苦啊 在家里一帮人管着我 这出来了吧 还有你管着我 你这话说的 好像谁愿意管你自己的 要不是我 要不是你什么 没什么 要不是你什么 没什么 你说呗 烦死了你 你吃吧 吃吧 吃还堵住你的嘴 真讨厌 说呀 那小子开窍了 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没什么 成功和可亲 两个人在外面租了一套房 过起了二人世界 真好 姚姚姐 您这是影响过二人世界了 只可惜我是顾家寡人 二人世界与我无缘啊 不会吧 那土豪小哥哥呢 你们哪 就别胡思乱想了 不过本小姐今天心情好 就透露一下 她呢 只是我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个人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是吗 风哥 姚姚姐好像在暗示什么呀 你们别开玩笑了 像爷爷有这么好的女孩 我陪不上 是吗 我有这么好吗 你可说给我听听 是啊 爷爷说给我听听吧 我 我 怎么 说不出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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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 你当时死人呢 姚姚 唱歌去 你看看现在有客人吗 唱给谁听啊 你你 你 你 气死我了 老公 我管不管啊 老婆子 别生气 我这就给你出气去啊 你坐坐坐坐 你还坐在干什么呢 干活去 还生气呢 还生气呢 那她啥性格你还不了解吗 跟她生气都放不上 你 煮烟吗 我戒了 瞧你这点出息 连烟都不敢带了 那不是老太婆看的羊吗 如果被她发现了 我死长 那回去我就得过催吧 我真好奇 你都这样过了一辈子了 不觉得累吗 其实是啊 我知道你想说啥 这每个人呢 他都有爱情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爱情就变成了亲情 成为我们心灵上的东西 苦不苦 累不累 其实那已经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们不可能 把心掏出来扔了吧 对不对 而且像我这个年纪呢 有人管着 其实啊 也挺幸福啊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 我是故意气她的 让她生生气 发发火 然后我得劝劝她 这样 我俩的生活 是不是也不担掉了 对吧 我得回去了 记住别生气了啊 记住了啊 我是替她出来出气的 别忘了 父女哪有什么隔夜仇啊 你知不知道 你爸爸自从病了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天天拉着我跟志豪 陪着他说话 没事的时候自己 就一个人坐在你的房间里 翻你的照片 替你爱听的歌 到头来才发现 家里人还是她最大的牵挂 我跟你爸创业的时候 你还小 那时候真的顾不上你 所以才把你送到 爷爷奶奶家的 小小年轻 让你吃了不少苦 你爸一直觉得亏欠你的 一直想补偿你 妈 我们作为子女 照顾好自己 照顾好爷爷奶奶 这都是我们该尽的应用 我不接受爸爸的帮助 只是因为 我不想失去对生活的态度 瑶瑶 我跟你爸爸出去创业 去挣钱 不就是为了你跟志豪 以后过上好日子 不用为下半辈子操心吗 现在咱们家的钱足够了呀 你不用为未来操心 妈 你怎么就还听了明白呢 我坚持的是一种生活的理念 而你们坚持的 是一种溺爱的表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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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说不过你 你说什么都对 跟妈回家吧 咱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在一起 过日子多好呀 好不好 跟妈妈回家 好呀 怎么了 不开心啊 你怎么知道 你没有发现 你是个特别简单的女孩吗 什么事情都写在脸上 简单你要不好吗 我喜欢简单的人 相处起来比较开心 我也是 只可惜 越简单的人 却总是遇上不简单的事 你 你喜欢独立的生活 也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大家都能理解 但你也要体谅自己的父亲 你想一想 有哪个父亲 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 在外面抛头露面 也许你父亲的表达的方式 不是很好 但是 我觉得他对你的爱 永远不会改变 承风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开导人了 你以前不是还跟你妈妈吵架 我现在想一想 其实 我挺对不起我妈的 为什么 其实我妈是个特别简单的人 在我印象当中 老头子 肯定是有人在骂我 想多了吧 谁会骂你啊 这老话说的有 一想二骂三小人 这肯定是有人在背后骂我呢 老婆子 你把公交关了 看还打叛提不 你把公交开这么俗 不着凉才怪呢 你个死老头子 我懒得跟你说了 我这就给成功打个电话 是不是这么多天没联系 他在怪我呢 不得不得了 我真的知道 我哪里有些话 你哪里有一天 妈 吓死我了 喂 妈出什么事了 喂喂喂 你就能不能判我点好啊 我出什么事了 我不出事不能给你打电话呀 没有没有 你是没这么晚打过电话 我还以为出事了呢 你哥没良心的 我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知道给我打电话 真是白疼你了 我错了 我错了 我保证 以后 不管有事没事 都给你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 这还差不多 诚功啊 你最近怎么样啊 工作顺利吗 吃得好不好啊 你那个 带着衣服够不够啊 喂 诚功 谁在叫我 没事儿吗 不是 那个是可信 我们俩在看恐怖片呢 他可能被嫁着了 老头子 这是个漫月的 诚功和可信 在一起看恐怖片呢 妈 把电话赶紧挂了 好 那你们慢慢看吧 我挂了哈 妈 我 我 没想到 你妈妈是个这么伟大的人 为了一个承诺 守护了一辈子 是啊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 这种电视剧里的狗血剧情 会发生在我们家 那你不是更勾携啊 竟然还想把我介绍给你弟弟 但是 他真的喜欢你 就因为他说喜欢我 你都不问我是不是也喜欢他 我 我什么我 说 我说 不要 我希望你能找一个 有经济实力 和共同爱好的男朋友 这样才不会辜负你的音乐才华 也会帮你完成你的音乐梦想 承风 你错了 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要的 是可以有一个 一直陪在我身边的人 无论岁月如何的漫长 我们也可以不离不弃 一起老去 对不起 姚姚 可这个社会是限制的 一段没有牛奶面包的爱情 是不可能长久的 也许你无所谓 但作为一个男人 她不想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 被深苦折磨的遍地灵状 你知道吗 那种心痛 会比肉体上带来的痛苦 强百倍 可敬 干吗 不快点 我忍不住了 我在化妆嘛 你不像女孩子化妆吧 你反逗我 快点 赶不上搬车了 你反逗我 你反逗我 快点 快要快要 走了 好疼啊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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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什么呢 到家了 回来就好 回来了就好 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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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过这场病啊 爸爸也想通了 面子什么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过得都好 你们都懂得 也有了自己的人生规划 爸爸再也不干涉你们了 爸爸现在最希望的 就是你能找个好男人 把自己给嫁了 我和你妈还等着抱外孙子呢 早这么想不早好了 对了 你那个秦枫现在怎么样了 不是你弟弟出卖的你 你当时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你爸他放心不下你 就一直跟着 坐吧 给我追 我来了啊 快 坐 走 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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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就知道 你已经找不到他了 等等 瑶瑶 你也别生爸爸的气 在这之前 我也派人暗中调查了一下 程丰是个好孩子 要不然 我也不放心 将我的宝贝女儿 托付给他了 你爸回来就跟我说了 跟他年轻的时候一样 是个愣小子 不会讨姑娘还心 可是你们不会嫌弃他 女儿 娘 你想多了 如果是钱的事 我们家已经够有钱了 钱也许能买来很多东西 但买不来能真心实意 对我女儿好的人 爸 峰哥 你也不知道瑶瑶姐去哪儿了 怎么一声不吭就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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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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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得 我 你 你 我 刘志豪 你把野药藏哪儿了 你这样做对得起的 告诉我她在哪儿 各位能听我说几句吗 说个屁 就说你带其他女的来这儿 我们就饶不了你 对 我们要为姚姚姐讨回公报 刘志豪 我再说一遍 告诉我她在哪儿 说个屁 你们干什么呢 少爷 是您哪 别害怕 有我呢 你成风 你把舍子松开 你要是再不松下 你就别在我酒吧干 你怎么松下 不干就不干 她今天必须把药剂交出来 准姐夫啊 我得在家呢 准 准 准姐夫 我姐的男朋友 我当然要叫准姐夫了 正式澄清一下 我是姚姚姐的亲弟弟 当初 她为了不让大家知道她的身份 一直是我帮她隐瞒 所以 就出现了 你们认为的身份了 我去 你是姚姚姐的亲弟弟 那姚姚姐 岂不是附加千金了 不行 不行 我心脏不好 这姚姚姐身份准备得太快了 得让我缓一下 我也得缓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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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姐没有恶意 她不想让你们知道她的身份 怕你们不想跟她交朋友 特别是准姐夫 姚姚姐想多了 我们如果早就知道 巴结她还来不及呢 就是就是 姚姚想多了 从她第一天来我这儿 酒吧唱歌 我就把她当台柱子 疼她还来不及呢 我姐没有白交你们这些朋友 那是 我们最讲究情谊了 没错 我们跟姚姚姐 就跟亲姐弟一样 妈有自己姐姐受了委屈 我们多起来的道理啊 谢谢你 告诉我们真相 龚 龚哥 龚哥 你还需要一段时间效果 这个到时候交给程龚哥吧 上面有我接的地址 我程龚哥想通了 可以 把照上面的地址去找我接的 老板娘 不 烈火 烈火奶奶 我姐经常在背后这样叫你 我们可以聊聊吗 可以 当然可以 臭小子 老子可算是回来的 你们想干嘛 干嘛 老子来讨个说的 赶快 把那谈吉的姑娘给我叫出来 我要什么叫 我叫你 臭小子 难道我没有叫 你们大哥的血白流了吗 算你狠 走 走 按摩 给我人了 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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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死你了 你没事吧 看你担心哪 我准姐夫什么人 他那童头腿背的 问了医生了 说皮外伤 是吗 姐 小时候只要我不舒服 你就让我躺在你腿上 真是 真好 你现在都多大了 这躺你媳妇挺兴趣的 我不 我就要一辈子都爱躺在你腿上 我好大了 你家里在一起 是啊 真好 对了 谁让你叫他准姐夫啊 你还说呢 你还说呢 如果我当时不是喊准姐夫的话 我可能能鼻青脸肿的回来 你是不知道当时的什么状况 那一帮帮人各个凶神恶煞的 特别是我准姐夫那个人 那脸都气红了 不是 都气绿了都 去你的 你还叫习惯了 什么准姐夫准姐夫 那不叫准姐夫 秦姐夫 姐姐 脸都红了 在乎什么 坐 坐 坐 不过讲真的 你是怎么看上丑哥的 可欣 我明天准备回趟家 怎么突然间就想回家了 我这些天 一直在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错 我其实早该看出来了 姚姐喜欢的是我哥 我哥也喜欢她 但由于我哥的自卑 一直没有勇气向姚姚姐表白 后来又由于我 和那个土豪的出现 她就更不敢提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回去一趟 然后劝她放下负担 再给她鼓鼓劲 让她一定不要放弃 一定要把姚姚姐支到手 你刚刚说现在不一样了 到底是什么不一样的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你帮我收拾东西去 你快点告诉我嘛 你就不告诉我 你说嘛 我求求你了 你告诉我嘛 你你你你抓我手 你 我就抓你手了 你告诉我嘛 救我 你告诉我嘛 救我救我救我 你快点告诉我嘛 你就不告诉我 你到底哪儿不一样了 就不告诉你 在那个情况下 陈生 他跟一个根本就不认识 什么都愿意成事而出 快走 就足以终点她的善良 在听过他母亲的故事之后 我就更觉得我没有找错人 你跟我回家吧 只是这么多年 成功哥也太委屈了 是啊 太辛苦他了 这么快就更年期了 口气那么大 是啊 你才更年期呢 姐 你以后可不能欺负长王哥 你个小王八蛋 现在就看光丑二人了 我希望 你能对爷爷好一点 更不要辜负他 你说 常光哥会来 常光 我相信 他肯定是爱我的 也一定会来找我的 其实有时候 人生就好像一首好歌一样 只要用心了 知音总会出现的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by bwd6